人是社会性动物,很难截然一身,跟谁都不来往,所以人情往来是在所难免的。 即便很多时候,你知道有些社交没有用,也不得不去维系,否则会显得你不会做人,也不懂人情事故。 但是生活中有些人,他们向来不喜欢参加饭局,也不喜欢请客吃饭,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人缘不好,也不是因为他们太过抠门, 而是因为他们活明白了,看清了也看透了,你是这种人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,讨厌人情事故的人,我们生活在人情社会当中,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人情事故。 对于所谓的人情事故,谁是真正喜欢的呢?还未出过社会打拼,自然就会对人情事故有期待。 只要我们在江湖混过一段时间,就会感觉到,这人情事故不好对付,做什么位置要讲究, 讲什么话要讲究,做什么事要讲究,什么时候吃饭要讲究,跟别人的关系如何也要讲究。 如此,岂不是让人心累,人一旦心累,一旦厌恶人情事故,那他们就会远离跟人情事故有关的活动, 哪怕是亲朋好友办酒席,他们也不会去,圈中有一个人。 别人办酒席,他不去,只是给点份子钱就算了,既给了别人面子,也符合自己的需求。 皆大欢喜,在这样的人眼中,生活已经如此疲累了,如果还自找苦吃,不才是真正的糊涂吗? 讨厌虚伪之人,饭局,重点不在饭,而在局,既然是局,就说明大多数人,不能自由平等地畅谈,组织了一顿饭,只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。 这是,人们在饭局上,全戴着面具,说着违心的话,奉承的话,讨好的话。 有人很厌恶这种势力和世俗,那些虚伪做作的嘴脸,比起满桌子美味可口的菜药。 实在是让人恶心倒胃口,看惯了人们在饭局上,交换彼此的价值,靠陪笑脸,换取自己想要的名分,金钱和荣誉时,就会觉得很浮夸,很幼稚。 这种场合,对于游走社会的老江湖,早就司空见惯,可对于心思单纯的人,却是一种折磨和无奈,即便是参加同学聚会,或是亲戚聚餐,也不免会出现个子吹嘘。 夸大事实,互相攀比的现象,所谓的情意荡然无存,有的只是虚荣和急功近利。 享受独处之人 有诗云,闲看亭前花开花落,漫随天外云卷云书。 一个人在院子当中,看着百花的盛开和凋零,感受这一年四季的变化,从而接纳自己,接纳这个世界。 如此,独处的人生,仿佛多了真实,而少了虚伪。 如今的现代人,经常强调什么饭局和酒局,认为不参与饭局和酒局的人都是不合时宜之人。 像这样的想法,真的正确吗? 如果让你选择,你是选择独处的生活呢? 还是选择参与到饭局、酒局当中的生活呢? 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,没有人喜欢逢场作戏,没有人喜欢续情假意。 既然全世界都是假的,只有自己是真实的。 那我们为什么不为了自己而潇洒活一场呢? 不喜欢招惹麻烦的人 人类有一个天性,那就是不希望招惹太多的麻烦,尤其是涉及到人情和利益的问题。 人类宁愿不接触人情和利益,也不希望受到这两者的束缚,跟别人交往。 你随时随地会受到他人的影响,跟别人有关系,你很容易被人算计,甚至人才两空,跟狐朋狗友打交道。 你只能把钱财和精力都浪费在不必要的人身上。 人还是不要做亏本的买卖,更重要的是,与其把钱浪费在别人身上。 为什么不对自己的家人好一些呢? 中年之后,没必要跟太多不必要的过客往来,选择独来独往,对家人好一些,这才是正道。 被伤害过的人 一个人,当他被生活伤害过之后,他才会知道什么是岁月静好的人生。 一个人,当他被人背叛过之后,他才会明白什么是人心,什么是人性,什么人适合交往,什么人不该交往。 年轻的时候,啥都不懂,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,所有聚会都需要去参加,因此,背锅的次数多了,被人算计的频次高了,我们也会慢慢地改变原本的想法。 有句话说得得好,生活会改变你原来的想法,只不过需要你付出痛苦的代价,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买单,这是年少轻狂的无奈,每个人都会在买单之后顿悟某些道理,这是成熟的表现。 其实,做个独来独往的人也挺好,远离无效社交,自己越来越好的人。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,自己参加饭局的初衷是为了结交更多的人脉,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。 但是,生活节奏加快,那些不去参加饭局的人早已洞悉社交背后的真相,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。 永远都是等价的价值交换,换句话说,如果你自身不够优秀与厉害,哪怕你结交的人再多,也仅仅只是记住一个名字而已。 哪怕彼此在一起吃过饭,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,对方未必会真的伸出援助之手。 两个人在饭桌上频频举杯,还称兄道弟,甚至还拍着胸脯说以后一定要患难与共。 但是,彼此分开之后,两个人也仅仅只是停留在各自的微信里。 有些人自以为能够用到的人脉,其实真的脆弱易碎,甚至也仅仅只是一面之缘,根本没有后续,等到你真正有了需求。 思量许久,终于开了口,没想到对方找了一个借口,直接搪塞过去了。 真正的社交,永远都是基于彼此有价值的前提,可以让两个人变得更好,或者是互相受益,而不是简单的认识而已。 对于不喜欢饭局社交的人而言,早就深谙辞到,他们不喜欢简单为了结交一个人,而频频奔波在众多饭局上, 而是会结交三观相似,价值匹配的人,当大家坐在一起,有的说,有的聊,可以拓展彼此的视野,也可以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聊,真正能让彼此各有长进。 所以,与其进行无效社交,不如用心经营自己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,才会让自己配得上更多优秀的人,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。 清心寡欲,喜欢两不相欠的人。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,人的一切烦恼,皆源于人际关系,如果你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去聚餐,难免日后要回请对方一顿,哪怕是对方有求于你, 你就算不回请,也至少要帮对方完成他的请求,这样一来,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复杂, 你需要考虑别人请你吃饭,是单纯的闲话家常,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 这份人情,你能不能担得起,而主动请别人吃饭,对喜欢独处的人,更是种挑战, 要应付各种礼仪琐事,怕自己不周到,被别人诟病,怕破财操心。 所幸,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两不向欠,谁有别占谁的, 自然也就能避开很多人际交往中的纷扰,专心做自己想要的事,清静自在。 想要在一个饭局上不动声色的运筹帷幄,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 毕竟背后需要讲究的地方太多,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把握, 吃什么,做什么位置,什么时候聊天合适等等。 看似很简单的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有说到, 如果不在意,或者是不小心搞错了其中的细节, 往往就会让对方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,进而留下很坏的印象。 所以,看似是吃饭,其实背后讲究的往往是利益, 规矩等等因素结合到一起的应酬场, 让人感觉非常疲惫与心累。 对于那些率性而为的人而言, 面对因如此荣凡的饭局,除了会给人极大的心理压力之外, 也会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压抑与难受。 毕竟,面对一群虚情假意的人, 自己还要装作一副真诚待人的面孔。 这种反差的表现往往会让自己无所适从, 甚至想要马上逃离当下, 一刻也不想继续煎熬下去。 所以,不喜欢参加饭局的人, 更多是喜欢简单真诚的与人交往, 不会让自己那么心累, 吃饭就是吃饭, 谈事就是谈事, 毕竟,想要真诚与你交往的人不差这顿饭, 不想与你交往的人吃再多也无济于事。 与人交往真诚与简单, 更容易让自己专注于事情的本身, 反而更有利于提高做事效率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。 请安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